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信有毅力兑现应许 我手可引证预言自句 民族是需要我这样缘碎 才能望返到往一的荣光里 神愿是挑选以仁作库 明明是罪就挂木头之伴 奉献自己也不后悔 但思义确实不知 我一生脆强可曾是对 或者被钉弱者 才是大君王 没有兵没有骨骗辉煌 却使我真正遇见天国 力量没有道没有长夜 是叫人心帮我向往 难以体量 无法猜想 神而知 竟是这谋想 既然他实在囂壮 不动前尾也不会卖墙 精胆敢在殿内将 祭司三意也骂作混乡 但精始终将他定乡 人亦起他想他赠扬 为何仍未胜过窟墓 抹杀他无恙 欢迎收听恩语和路人 我是Selina 刚才大家听到的首歌叫《君王》 是众恩旋律一个复活节歌剧 《未完的故事》的其中一首插曲 这首歌说到这位君王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因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 今天我们请到多伦多众恩旋律的成员 跟我们分享他之前演出 这个复活节歌剧的经历和体会 在今年的复活节 他们也会同样演出这个剧 众恩旋律分享后 就会有朱伟东牧师 去跟我们分享他对复活的看法 现在将时间交给众恩旋律的成员 包括刘德文 Tag 王錦康 Tommy 黎家仲 Ada 和莫嘉诚 Karson 首先Karson会介绍 《未完的故事》的歌剧内容 很高兴可以和大家分享《未完的故事》音乐剧 里面一些点滴也介绍这个剧目 给一些可能不是最认识的朋友 《未完的故事》音乐剧始于2000年 当时是一个联合崇拜里面 有三首歌是用得着的 然后神感动了我们的剧作人唐志明博士 去将它完成成为一个有九首剧曲的音乐剧 全场是70分钟 感谢神让我们透过这个剧 能够去到不同的城市 去述说主耶稣救恩的故事 我们在北美 例如卡加里、温哥华、多伦多 西雅图、纽约 远至我们在香港、新加坡、悉尼等的城市 我们都上演过这个剧 很多人都被里面的故事 主耶稣的大爱再次感动 这个剧其中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没有耶稣这个角色 但是透过不同的小人物 勾画出这位的救助 是一位怎样的救助 他为人付上了一些不业的代价 不如我们听听里面一些 演出了多年的演员 我们今天都有三位在这里 我们有其中一个做奸角的大祭司 德文 德文不如你讲一下这个剧目 讲一下你的感受和经历 好啊 我就是饰演当中的一个大奸角的大祭司 不如我用大祭司的角度 去看看他当时所面对的处境和心情 好啊 大家都知道 以色列人当时被罗马第一个统治 大祭司其实是一个 以色列当中的政治和宗教的领袖 他一方面又要保持 在祭司和工会的权威 去压制以色列人的不满 又要去讨好罗马巡护比拉多 因为他知道如果有任何的动乱和暴乱 罗马政府是会毫不犹豫地去镇压犹太人 小则呢 就是他自己的繁稳不保 也都可能会有流血收场 所以耶稣基督的出现 对他来说 有可能打破这个微妙局面平衡的契机 所以在权能轻重之下 他就决定要逮捕审判和叮死耶稣 那一个不容易的决定 我相信也是 对他来说 在这个剧目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的奸角 不是只是我的 那就是Tommy 曾经饰演过的祭司博人 不如Tommy 你说一下 好啊 那我就是另外一个的奸角 也是靠着我 就沉托出大祭司的威严 因为我就是借着他的威严 胡假虎威 在外面吓吓吓吓吓的妇女 那我做这个奸角的时候 也都有一幕 可能剧透一点点 是很特别的 那就是这个祭司博人 和这个罗马的兵伯夫长 去到中间有一段的争辩 争辩些什么呢? 争辩究竟主耶稣是否真的复活呢? 和争辩主耶稣究竟是否神的儿子 究竟是否那个旧主尼赛亚呢? 那当中有一个很激烈的争辩 还有一些动作场面 所以大家密切期待 那除了我们这两位奸角之外 其实剧里面都有一些不同的角色 有门徒 也都会有一些普通可能的婦女 或者婢女 那当中Ada 亦都是做过婦女和婢女的角色 那或者你也说一下 好啊,Tommy 我刚才说了 我做过两个角色 其中一个就是跟着耶稣 一直在传道的婦女 那这些婦女 她们一起有份去经历 耶稣好像王一样进入耶路撒冷 还有她们也经历了耶稣被钉十字架 被人羞辱的过程 那在这些婦女的心灵里面 受到很大的冲击 而我们其中有一首歌 就是演绎了她们对耶稣的受死 受到很大的伤痛 而且她们也很不明白和不了解 另一个角色就比较生活化一点 就是当时如常作息生活的婢女 平时我们读圣经 通常都是围绕着大角色的行动和反应 但是其他人呢? 在当时 怎样都会有一些对耶稣的出现 是没有什么大反应的平民百姓 耶稣钉死之后那天 这些婦女都是要出来搵食 所以在我体会里面 无论是一些很亲近耶稣的婦女 或者是一些生活如常的婦女 其实耶稣的出现 已经在她们的生命里面 留下了一个好心的乐人 其实呢 我们都是在说 在我们这个角色的视角上 去看看 究竟当时的心境是怎样呢? 带出一个人性的向导 给参与者多一点的思考和共鸣 有没有一些场景 有哪一幕是你觉得最触动你? 可不可以说呢? 不如又等我分享一下 先 刚才我说 我之前做过《辟女》这个角色 如果你留意到在普遍的歌剧格式里面 当中会有一个喜剧位 即是整套电影中间 硬是一个好笑的唱歌位 在《未圆的故事》里面 有一场戏 在《辟女》就在大祭司的后院见到彼得 在那里就出现了一个 《辟女》刺爆彼得 是耶稣的门徒这样的场面 对我最深刻 是因为在受难节 这个严肃和沉重的主题当中 这个喜剧位 其实是一个很人性化的处理 最后整个故事就变得十分实在了 Tommy 你是我们的导演 不如你又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好吧 我都说了一点 虽然我是做 刚才说做祭司博人这个奸角 但也有另一个身份就是导演 都是大家给我的一个称号 我自己就不觉得 我都是和大家的电影姐妹一起的学习 每一年其实都在不同的电影姐妹身上 透过她们的演戏 透过她们的情感 其实我自己都很多的感动 我自己都很多的领会 我很记得有一位的姐妹 真的每一年有一幕的场景 就是说主耶稣 受死之后 被钉之后 她们几位的妇女出到来 去到回忆主耶稣的爱 回忆主耶稣的作为 那其实真的每一次这位姐妹出场之前 在台后面她就已经哭了 那我们就很担心 其实作为导演的我更加担心 就是你哭到这样 你出去说不说到的 出去唱不唱到的 但她每一次在有境无险下 她都是唱到都是做到的 那我很记得有一次她做完之后 她就问我 她说 啊导演啊 我刚才做成了什么 作为导演呢 其实我真的很想 观众借着这套的剧 这些的歌 这些的角色 这些的对白 去到看到主耶稣的爱 亦都被主耶稣的作为感动 那所以呢 我就回答这位姐妹了 我就说 啊 其实你刚才那位的情感 是真的 你刚才那位的感动 是真的被主耶稣的爱感动的 所以你做出来的时候 又怎样会不好呢 我们个个看到的时候 都一样被你的眼泪 被你的情感去到感动 那他们唱这首的诗歌 每一次哭这首的诗歌 就叫做人子 那我们不如都一起去听一下 这首的诗歌 还踏着心碎的街道 旁人曲放肆不知道 人路径的流他的善血 再难看得到 没有他人为之心痛 依然或想居好 只剩我门中 非不去心碎与直风 不去心碎与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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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他接触 无分贫富军及与他歌众 何为在他自己的民众 到最后竟会被松手折磨 头上插出敬机智容 平欲满是行乐交终 愿我欢呼拍唱的观众 多时招问我 继思首领齐声宣语 这人犯上诗终 几次心恨梦 恰丹感情算乃首歌 曾一只体虽无方向 无助方法被再高揚 除乐声咒与爱中响片 足留的失望 十佳舍上尝尝不相伴 却无罪牵背拂 摇手指引发 乃因他所爱背叛 他曾叫群群的满足 他腿与眼黑人送他可否 还用最少的围包群众 温柔接待雅幻麻风 行走不撲伤就如里边路 黄风浩雨景进照他指号 无论是否有为之财富 也愿意静听听说 侯夫人将向告目下距离 而欢慰他今点陪手驱逐 连任凡私人夜间来到 走就见述主力门路 无数人生与悔罪抱恨中 从他及领会四方和救送 神话已终现其流动 已确实诗指向耶稣 而他仍继续背负上灵欲 无辜格拒绝罪就获花呆 还为也给他开脱群众 翻扣字下写最忌讨 是只需理解与他接触 无分贫富均与他交终 何为在他自己的民众 那结局返回如痴伤痛 如痴伤痛 如痴伤痛 那结局如痴伤痛 如痴伤痛 我好喜欢这首《人质》 因为在音乐上的处理 他用到一个大调和小调 带出盼望和哀嚎 其实我们看这个剧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的情感都进入了 到那个剧里面 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上演 神都给我们有不同的经历和领受 虽然好像我们去到做同一个剧目 带出每一个群众 带出我们的互动 其实都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 不如我要邀请你们去讲一下 在这些事奉里面 这些短宣里面 有没有一些很难忘的经历 在当中经历到上帝 不如我先说 我记得在2015年 我们就 当多众恩旋律 去到淘北黑省的满地河 去做一个《未完的故事》的剧目 其中一间我们去侍奉的教会 就是《满地可华人神召会》 在当日我很记得 我们正在很忙碌地去预备演出 大概在夜晚的5点到6点的时候 突然间全间教会停电 后来我们发觉 在同区的变压器出现故障 整区都停电 甚至在教会对面医院 他们要开始备用后备发电机 大家当时 包括教会都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就是我们是否会继续演出 结果我们就决定在无电的情况之下 继续演出 要知道 现在的戏剧是需要很多工具和仪器的帮助 包括音响、灯光、声效 全部都需要电 而我们就要很短的时间去解决这些问题 结果我们就用了一个钢琴 去弹奏所有的音乐 我们又用手提电筒 去做灯光的效果 我还记得其中一幕 就是说到给三次不认主之后 我们需要有那个鸡叫的声音 是由一位的弟兄延长演绎的 结果当晚很感谢神 有很多弟兄姊妹和朋友来到 教会照样有儿童托义的服务 教会的弟兄姊妹还用手机的电筒 在走廊上排成一线 方便所有人的出入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难忘的 一个晚上的聚会 我们只是在之后记得一段经文 就是说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靠我的灵方灵成事 是不是?Tommy 是啊 那晚真的很奇妙 很感动 大家可能会想 熄了灯 整区都停电了 那还会有人来看吗? 那真是很奇妙 每个的会众 观众 真的好像当无事那样 照来 臨出场之前 他们就慢慢 半个小时前 慢慢的进来 很乖地坐在礼堂里面 去等开场 那我们看到其实是很奇妙的 而且那晚因为又停电了 又黑了 原来当无了这些电子的仪器 的骚扰的时候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是会拉近了很多 那我们一起就聊聊天 每一个和每一个的观众 聊聊天 那就是很感恩 那还有很多的小朋友 也是很喜欢 黑了 是吧? 他们觉得很刺激 很特别 那还有一个细节 我又很难忘的 就是当停电的时候 教会里面 可能是因为一个 后备的电源 那个安全的原因 那些铃铛 那有个声音 就不断的 嘟嘟嘟嘟嘟嘟 这样 没有停过 那去到 做剧之前 其实都还听到 嘟嘟嘟声 但是做剧的时候 很奇妙 那个嘟嘟嘟声 没有了 那原来 第二天 我们问教会 一个弟兄的时候 他说 是啊 我就是听到 嘟嘟嘟声 也都觉得很影响 所以我就整晚 拿着一个铃铛 按住那个 发声那些东西 然后就整晚 叫住铃铛 等到嘟嘟嘟声 不会骚扰到 这个剧的进行 所以很奇妙 我想起来 就像这套剧那样 这套剧的特色 就是虽然没有主耶稣的出现 但是藉着其他人 就看到主耶稣的实在 看到主耶稣的存在 那晚也是同样的经历 就是虽然我们肉眼 看不到神 我们见不到神的出现那晚 但是呢 我们个个呢 在场的 无论是新朋友 无论是我们做的 一帮的弟兄姊妹 个个都真实的经历到 神的存在 神的保守 神的真实 我想我作为那晚的讲员 对我的心灵的震撼是很大的 因为我原本所预备的 POWERPOINT 一些信息 是没有办法去用 甚至乎我们连麦都没有 但是在一个完全漆黑的环境 我记得那时候 跟我分享大概已经是晚上九点 外面天色已经很黑 在礼堂也没有一些照明 除了两三支电筒 就让我心里面 神给了一句说话 他说 神就是光 在他里面是毫无黑暗 我们就是用这个第一生的经历 在一个一起 世美主耶稣救恩故事的情况下 神叫我将人指向真光 原来人的心里面 是需要得着这份真光 因为我们会在黑暗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面没有平安 我们的心很想它有一个光 给我们依靠 而在这个剧目里面 正正是将人指向主耶稣 祂就是生命的光 所以到最后我记得 我去到枯照 我也有犹豫过 好不好叫别人 好像以往那样 走到台前面 去作一个表示 我大胆地邀请我们的师班员 和演员 拿出他的手提电话 照着地面 然后邀请一些愿意 在漆黑里面 抓住真光的朋友 来到台前面 其中一个 是一个捉住拐杖的伯伯 我记得 他是小心翼翼 一步一步地去到台前面 去到表明他在当晚 是接受主耶稣 做他生命的主 我好感受得到 当晚不是人的能力 不是我们有什么才干 而是神经爱 真的在触动在场的每一个 而这个经历都告诉我们 我们所信的主耶稣 是那个确实是死而復活的主在 那么我们想起 除了停电这些灾难之外 其实我们的事工 神都给我们经历很多 就是 运回曲折的经历 是啊 我记得 你们说这个2015年的经历 我也有份参与 但是呢 我很记得 在2018年 美国一个的出队 哇 简直那次是 惊险万分 不如 Tommy 你跟我们说一下 有多细 有多夸张 是啊 那次呢 我记得我们的 都是如常的 去不同的省份 或者不同的城市 去到出队 那我们之前都有 这样的经历 试过的 有经验的 那所以呢 我们都做到很足的 那些文件 所有东西 我们是会做完 然后呢 我们要带这些的灯光 音响器材 乐器 和我们的报警道具 这样 在一架大的船里面 然后后面就有几架 小的船 就是我们的演员 行李啊 那去到的时候 去到那个海关的时候 那天呢 那个海关员就说 不行啊 你们不可以带这些器材 过关啊 那样 那我们个个呢 都真是 都不知所措啊 不知道怎么做 但最后呢 没办法了 都真是不可以带过去的时候呢 那这架大的船 安装了这些器材的船 就要折返回到多伦多 而我们呢 就只可以 拿着一些 极少数的东西 可能是小小的道具 那样呢 去到过关 那我们就很担心了 因为我们平时要用的东西 突然间 没得再用 去到美国的时候 又人生路不熟 究竟怎么办呢 那德文不如你说一下 我们最后怎么解决 是的 那帮大兄回到多伦多之后 其实要重新再整理 正如Tommy所说 他们要拿回一些必须的用品 譬如戏服、道具 然后呢 漏东西就要过关了 那他们在过了关之后 其实他们租了一个旅馆 就休息了几个小时 然后再一鼓作气的 开车都是纽约和我们去回眠 那在纽约那时候 他们要在同一天里面 去租用了一些音响和灯光器材 准备在当日的练习和第二天的演出 虽然那些器材 就没有像多伦多 我们预备那些那么齐备 但是可以说都是有惊无险的 那就见到神的保守和祝福 Ada 你觉得是吗? 没错 我听完你们的分享之后 我都一样感受到 我们的神真是很厉害 我们每次出队服侍的时候 经常都是由无变有 又或者由欠缺变成腐竹 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 一章十八节讲到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在灭亡的人体为如绝 但是在得救的人当中 却是神的大能 未完的故事里面其中一首歌 就是围绕这句经文创作 我们一起听一下这首歌 叫《尼赛亚》 让你看到只有是尽头 心的发起无穷的烦忧 在世人看到绝望时候 神的只为切在任余 着重成就 温柔并不代表是软弱 沉默也不想等如切诺 也以为偷偷不断折人 人生很多 他们无法是瞎子在一路 那一位耶稣 永恒的救助 曾被爱守护 但一生我奋怒 像以后彩虹 启散了迷茫 藏在天空上 树上神不便救赎 你不必哀哭 旁望后无处 要知道耶稣 现已通关万物 舍身你不处 我只要追悟 从此为世人带来恩典最后 神啊 我终于明白了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些灭亡的人 看来是如绝 但是对不救的人 却是神的大能 世人行着自己的照理 不能够认识你 但是你却是乐于用人 看来是如绝的道理 去拯救那些愿意相信的人 这个就是神的智慧了 夜里看到只有是尽头 心的烦情多穷的烦恼 在世人看到绝望时候 神的滋味摘在人与 着重成就 温柔 温柳并不代表是温柔 长暖也不想当路切落 别以为偷偷不断 这人认识很多 他们不过是傻子在隐隐 那一位耶稣 永恒地久久 成悲害羞苦 但你像我愤怒 像以后彩虹 刺散流迷茫 曾在天空上 数损声度的角色 你不给爱客 盼望和不足 又知道耶稣 神一通关关你 奢神的福祝 我今到最悦 从此为世人带来恩典祝福 那一位耶稣 永恒地久久 曾被海上枯 但已胜过分目 相遇到彩虹 像雨后彩虹 聚散流迷茫 曾在天空上 数损声度的角色 你不给爱客 盼望和不足 又知道耶稣 沿一通关关你 奢神的福祝 默契的最悦 从此为世人带来恩典祝福 奢神的付出 我尽到最悟 从此为世人带来恩典祝福 今年《中阴旋律》会在多伦多 和温哥华上演未完的故事音乐剧 我们诚意邀请你去到参加出席 我们常常都会提醒自己 每一年有得做这个音乐剧 就好像一个小小的传统 但背后所纪念的是一件惊世的大事迹 就是诸耶稣的救恩 诸耶稣的牺牲 我们会将这些聚会的详程 放在恩典智星的教会及机构消息的网页 请大家去慢慢誓愿 愿神致福于你 是的 所以我们诚意邀请大家都一起来看 到时见 到时见 拜拜 如果你想知道 主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 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很欢迎你打电话来和我们谈谈 我们的电话是416-788-3322 好多谢众恩旋律各位成员的分享 接下来朱伟东牧师会和我们分享 生活在苦难中复活的盼望 也会分享他自己仍然患有癌症 主耶稣的复活 给到他又有什么体会呢 另外他也会说到 復活带给人不同意义 在最后他也会和我们说了一个小女孩的故事 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现在就将时间交给朱伟东牧师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我是朱伟东牧师 很高兴在这个时空和大家分享一下 对复活节一些的想法和感受 特别是讲到苦难和复活节的关系 或者先分享一下 我在互联网看到的一个虚拓的故事先 有一对已经结婚几十年的夫妇 他们就去到以色列旅行 但是很不幸在旅游期间太太突然间心脏病发 就离开了世界了 关于安葬的安排有两个方案 一个就是葬起以色列 费用比较便宜一点 另一个方案就是将围体用飞机 送回去原居地再落葬 这样的安排当然花费就贵很多了 结果丈夫决定就将围体送回去原居地 来到安葬 身边的人对这个丈夫 愿意花费大量的金钱 去安排太太的后事 就觉得丈夫真是好心爱太太 但是好奇怪 在丈夫的面容上面 又看不见好大的伤痛 结果丈夫就将他这个安排的原因 就告诉其他人听了 她说 我听到有一个人叫做耶稣 曾经在以色列死了之后 第三天复活 如果我将太太葬起以色列 如果真的有同样的事情发生的话 那我宁愿花多些钱 都不想承受这样的风险 当然这个故事是给大家轻松一下的 其实想深一层 人离开世界而再活过来 对于不同的人的确会有不同的反应 刚才的故事里面那个丈夫的反应 就表达了她究竟有多爱太太 不过这个故事让我联想到 其实人死后可以复活 是不是真是一件好的事呢 是一种福气呢 如果死后复活 是代表要在这个世界再活多一次的话 你会怎样选择呢 有人说 人生不如已是十常八九 我想在世界上没一次 对很多人来说 已经觉得很足够了 最好不要再来多次 免得再受苦 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基督信仰相信的复活 是怎样的一回事呢 基督徒相信信了耶稣的人 离开了世界之后 就会和美善的创造主在一起 在那里再没有眼泪 痛苦和死亡 这种的复活 不是人离开了世界之后 在世界上再活多一次 耶稣基督复活 就是让人类得着这份盼望 你和我如果在这个苦难的世界 找到这种盼望的话 就可以有勇气去面对生命里面各种的挑战 相反 人在面对苦难痛苦的时候 觉得没有希望 甚至绝望的话 就会觉得生不如死 失去活下去的动力 著名的报道家葛培里曾经说过 所有人在心理上 灵性上 和医疗上最大的需要 或者就是需要盼望 这句话道出了 盼望能够令到人在心理上 灵性上 甚至在身体的健康上 都得到帮助 我自己是一个的癌症病人 我好能够体会到葛培里牧师所说 盼望对医疗和健康的作用 我现在靠着服食抗癌的药物来控制病情 病情都尚算稳定 但是我相信我和其他患癌症的人一样 其实都不知道病情会不会突然间恶化 跟着就要面对死亡了 是这种好像揹着一个计时炸弹来生活 这种的心态 是很需要盼望 来支撑自己好好地活下去的 当然第一个盼望的就是 若我能够继续控制病情 我可以长命一点 但是同时 我都做好最坏的打算 为自己离开 做好最好的安排 而我最大的盼望 除了是今生好好活着之外 还知道 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后 我可以和上帝在一起 享受和上帝一起的福乐 在那里 我还可以看到 我已经离开世界 信了耶稣的家人和朋友 在那里 也可以等待 我在世界上的家人和朋友 有一天都会来到天堂 和我团聚 福活节提醒我 离开世界之后 不是人死如灯灭 而是进入另一个更美好的天地 或者你会问 为什么在世界上有苦难呢 如果创造这个世界的造物主 创造一个没有苦难的世界 那就是最理想 这个问题 要好好解释 一点都不容易 而圣经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有苦难的原因 是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 被人可以自由地选择 他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人可以选择 去按照创造他的神 来做决定 或者 人可以选择 以自己 以自我为中心 来做决定 可惜 人最后是做错了决定 他是按照自己的喜好 自己的想法去做 结果 罪就进入了世界了 所以罪在圣经来说 是不单止是指 触犯了一些法律 或者在道德行为上的错误 而是以自己 或者以人 来做中心 而将造物主 来到他摆在一边 这一种 在生命里面出现的 偏差的状况 就是罪了 在圣经里面 看罪的意思 可以用射箭 来做一个比方 罪就好像一个弓箭手 向着一个箭靶的红心 来射去 但好可惜射箭中 有所偏差 这就是罪了 用这种解释来看罪的话 就是代表你和我 因为是以自己为中心 以我们的喜好 以我们的想法为中心 将神摆在一边 结果呢 你有你的看法 我有我的价值 结果就出现了不同的想法 也都可能因为这样 就出现了偏差了 例如 你做人的态度 和我做人的态度 都有不同 我们待人接物的时候的心态 或者都有不同 我们对物质、金钱、地位、明利的看法 都有不同 或者都未必一定对 甚至可能有很多的偏差 以致我们会伤害到别人 或者伤害到自己 这个就是圣经对罪的看法 我们做事做人 有所偏差 而你和我这种心态上面 或者行为上面的偏差 或者是大 或者是小 都造成了今天苦难的世界 举一个例子 今天地球的暖化危机 是否你和我 因为生活的态度 或者是方式 都促进了这个危机呢 以致人类多一些的苦难呢 圣经除了说苦难的世界 是源自人类的偏差心态 和行为之外 也提到罪 最终带来的就是死亡 死亡是包括了人最终要离开这个世界 和灵性上的死亡 即是和这位美善的上帝永远的分开 根据圣经说 人因为罪的缘故 就只有这个黑暗无助的结局 但是圣经有一句的话 可以打破这种人类无助的困局 圣经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切给他们 要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凡得换生 上帝应许了 一切相信他独生子耶稣基督的人 他就可以不至于面对永远的死亡 而是可以和神在一起 得着永远的生命 那耶稣基督怎样解决人罪的问题 以致人不用因为罪 而永远和神分开 面对灭亡的困局 答案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 耶稣基督的复活 你和我可以透过相信耶稣基督是真神 和承认自己是有罪有偏差 知道我们的行为射不中这个雄心 就可以向他求赦免 而他就会答应一定遥恕我们 洗净我们的罪 以致我们不致灭亡 反而得到永远的生命 耶稣基督的复活 不单止给人在苦难的世界有力量活下去 亦给我们有最终的盼望 有一日世界的痛苦都会过去 前面是有永远的福乐 等待着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其实复活节带来的盼望 没有解决到世上苦难的问题 而是告诉我们 世间的苦难 只不过是暂时的 对基督徒来说 苦难终会有一日会完结的 如果将世上几十年短暂的苦难 和将来和神在一起 永恒数不尽的福乐 来比较的话 世上的苦难 是变得可以承受 甚至是微不足道 复活节带来的盼望 对我来说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耶稣基督在圣经的路加福音书说过 到二人复活的时候 你就要得着报答 这句话是要鼓励 那些持守圣经的教训 在世界上坚守信仰 努力行善的人 他们不要期望 在世界上有什么即时的报答 而是要期望 在复活的时候 他们的努力 耶稣基督 是会一一的报答的 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 在这个世界上做好人 对人好 不问回报 处处为他人着想 有时不单止没有人欣赏 还会被人取笑 认为我们太天真 太幼稚 而更加可悲的 有时我们的善良 是会被人利用 甚至被人伤害的 或者你和我都经历过 真心去待人 反而被出卖 或者被伤害 或者这一种 就是世界上 另一种的苦难 但是请你记得 耶稣说过 到复活的时候 你要得着报答 当你回到天家 和上帝在一起的时候 耶稣基督会表达 对你的欣赏 对你的称赞 也都会奖赏你 如果你知道 你在世界上所做的 在复活之后 是有回报的 你会不会更加有力量 坚持你的信念 活出信仰的真善美呢 最后讲一个 安徒生的同学故事 作为结束 故事是发生在十九世纪 是一个落着雪 又冷又黑的晚上 有一个金发的小女孩 走在大街上面 她身穿破烂的衣服 脚上面所穿的是 她妈妈的拖鞋 又大又不合着 但是很可惜 因为过马路要闪避马车的缘故 连拖鞋都遗失了 她现在只可以赤着脚的 走在雪地上面 冻到双脚红重一块 今晚是大随积 这个小女孩手上面 拿着一扎的火柴枝 另外她穿着围裙里面 还有一大堆 她想着 向人兜售这些火柴 赚点钱 帮助贫困的家境 但是今天是大随积 很多人都在家里面 来庆祝 她一枝的火柴都卖不出了 她心里面 只是很担忧 如果生意不好 回到家里 一定被爸爸打了 她又冬又饿 忽然间 传来一些烧鹅的香味 因为附近有些人在庆祝 小女孩 真是很想很想 可以试试烧鹅的味道 天气实在太冬 雪花继续在天上下来 落在小女孩金色的长发上面 小女孩觉得越来越冬 她就坐在一间屋的长角休息 因为双手越来越冬的缘故 她真是很想很想 手可以暖一下 她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将火柴点着来取暖 她拿起一枝的火柴 在墙上画了一下 火柴点着了 令到她的手温暖了一点 但是很快 火柴就熄了 接着 啪 小女孩再点着第二枝的火柴 在火光里面 她仿佛看到眼前 有一顿很美味的大餐 有一只烧鹅 正是向她走过来 但是烧鹅去到她面前的时候 就突然间消失了 因为火柴燒完 啪 另一枝火柴又点起了 今次小女孩仿佛看到一棵 布置得很漂亮很漂亮的圣诞树 但是当她伸手想去捉摸的时候 圣诞树就消失了 火柴燒尽了 然后寒冷的夜空 突然间出现了一粒的流星 在漆黑的夜空画过 小女孩见到 就想起爱护她 很痛爱她 但是已经过身的祖母曾经说过 你看见流星呢 就代表一个人 将会离开世界了 啪 这次小女孩在火光里面 看见她瓷牆的祖母 小女孩就叫了 祖母 请你带我离开 为了见到祖母的面容 小女孩就将所有的火柴 一枝一枝一枝地点起来了 祖母从来没有 好像现在 那么高大 那么美丽 祖母就将小女孩抱起来 抱在怀里面 她两个就在光明和快乐里面 开始飞走 越飞越高 飞到一处没有寒冷 没有饥饿 也都没有痛苦的地方去了 第二日的早上 这个小女孩坐在长角 两腮冻到红了 但是已经再没有呼吸了 新年的太阳升起来了 照在她很小小 但是已经冻到僵硬的身躯上面 她手上面仍然拿着烧过的火柴 而嘴上带着微笑 谁能知你 为我可牺牲一切 为我安排 这美好生命光辉 再十家庭 再十家庭命 因为与真似 能让我安明 只忍我路程天赋 愿你知道 我的生命 全憑你得适 是你的爱 令我心灵得欢乐 共亚信心 去面对阵落 人生 人生 虽然 充满 人生 阻碍 前路 你 会 为我 开 是你的爱 令我心灵得欢乐 共亚信心 去面对 去面对 将来 如今 我 達月 我的生命 里 时刻 充满 着你的 爱 如果你想多些了解基督教信仰 你有什么烦恼 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帮到你 打电话来和我们聊聊天 我们的生命热线号码是 4167883322 心灵俊语 我是阿May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是由麦希真牧师所写的 《新造的日》 我们都说江山而改 本性难移 一个人有里面遗传的因素 也有外在环境的因素 于是形成不同心理倾向 这些自小养成的心理倾向 真是不容易改变的 本性难移 每个人心里的倾向 一定有一部分是坏的 我们就是时时为这些坏的本性 憂慮、烦恼 责备自己、埋怨自己 但总是改不到 本性难移 亲爱的朋友 只有一个方法可以使你心理倾向改变 让我们接待耶稣基督 祂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亦住在祂里面 祂和我们 我们和祂合而为一 祂的力量、祂的智慧、祂的忍耐 就成为了我们的力量、智慧、忍耐 可以得到一个更新的生活 让我们看看圣经里的应许 在圣经《光临多》后书5章17节 这样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祂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最重要的就是接待耶稣基督 祂在你里面 你亦在祂里面 你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在圣经《以读所书》4章22至24节 教训我们说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漸漸变坏的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身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人义和圣结 圣经形容我们旧日生活 好似护慰的衣服 必须要脱掉它、扔掉它 更新的生活 好似干净的衣服 穿上它 新衣、新帽、新鞋、新襪 换言一身 满了真理的人义和圣结 你说是多么快乐的事呢? 圣经给我们一个确实的保证 叫我们可以常常得性 圣经江临多后书3章18节 圣经说 躺着念即是 除去自己的骄傲 除去自己的字词 上上来到耶稣基督面前 藉着祷告仰望祂 藉着读经仰望祂 藉着唱诗仰望祂 藉着听道仰望祂 藉着聚会仰望祂 藉着默想观察大自然仰望祂 好像镜子对着物件 就自自然然反照出来 我们亦时时对着耶稣基督 就自自然然反照出来 满了祂的真理、仁义、圣结 变成一个新人 本性难而 每个人的本性一定有一部分是坏的 现在不必忧虑、不必责备自己 不必埋怨自己 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过一个更新的生活 伟大的报道家慕迪 分享他在英国 约克郡煤矿区 报道时的经历 有一位市里最惹猛、最坏的矿工 亦来参加聚会 聚会的负责人就很忧虑 因为这个矿工脾气很坏 力气很大 但是喝了酒就时时打人炒鸟 害怕他会堵乱的秩序 我就说不要紧 这是基督要拯救的人 第二晚 他真的从梅坑上来 穿着工作服 面都没洗 先到酒吧喝了几杯 醉纷纷坐在小孩坐的前排座位上 而且十分靠近港台 那晚我说的到 由头到结束 主题都是外 起初他很留心听 渐渐我看到他用粗布衣就抹眼泪 散了会有人陪谈 一些矿工在旁边迫切祈祷 没多久他大声呼叫 主呀救我可怜我 我是个罪人 他离开会场回家时 已经是个新造的人 这个人回到家 他的子女听见他的脚步声 时时都很害怕地走到妈妈那里 但这一天他很轻力地开了门 平时他啪一声就把门撞开了 他一只手抱起他的女儿 一只手抱着他太太 眼泪从他骷髒那太的面上流下来说 马丽天父打发新的爸爸回来了 是啊新的爸爸回来了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亲爱的朋友更新的生活何等宝贵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 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 将来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 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 恩语的网址是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想重温本集的分享 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的网页 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找到了 ою称 神经文静 神经点栏 神经文静 神经文静 解析 神经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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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